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关心地方大小事 散播在地正能量 大家好 我是洪梦凯 欢迎您继续回来收看希望好所在 希望好所在 我们节目从这个前年开播以来 一直到现在两年多的时间 真的是让梦凯感觉到说 我们在地的人文 风土 乡土 民情 其实都是让我们感到非常治好 也非常骄傲的 更重要的是地方 之所以为这个希望的好所在 真的不仅仅是在于是说 我们的地理条件 位置 环境 有多么的引人入胜 其实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有一群 可爱 认真 努力 付出的人们 来共同的打拼 也因此在这个节目当中 已经访问了非常多的来宾 但是每一位来宾真的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都可以知无不言 言无不敬 并且呢 告诉我们有很多的想法 让我们都重新的去思考 去判断 也更能够来了解说 原来我们每个人 都是在为这块土地 默默的奉献啊 好 那今天呢 一样为您邀请到一个很特别的来宾喔 刚刚跟这来宾聊了一下 本来 孟凯都觉得是说 我自己在相关的领域来讲 常常也都会听到 譬如说我在外面 跑这个地方的时候 都会听到 听到说 大家都会说 明凯你很年轻耶 还是你说 年轻有为 当然这个是别人讲的啦 我自己不敢这样子称呼自己 不过呢 我都觉得说自己很年轻 但是今天来到这个来宾 哇 真的是更年轻了 而且是个大正妹啊 但是他所做的工作 可能跟这个正妹的这个形象 又有一点点好像连结不太像 我们下面已经 标题已经写出来了 我也就没有办法卖关子了 不过呢 来欢迎我们这个是 青年农夫返乡 是我们牛蒲有机农场的 卢以珍 以珍 你好 你好 是 以珍是不是有很多人 比如说认识你 然后如果说他不知道你的工作 然后跟你聊天 然后当你讲说你是农夫的时候 他们都会吓一跳 对 还蛮多人的 那像我之前去那个国中就是上课 那其实很多 我有问他们 就是说对我的印象是什么 其实蛮多小朋友都说我是服务业 就是可能餐饮业那种 他没有人猜到我是农夫这样 对 听到都觉得 诶 怎么会好像跟我形象不太符合 对啊 不太符合 因为你当然长相很甜美 然后还有就是皮肤也很 算是不黑啦 一般我们对农夫印象 比较白 要比较黑一点 对 那还有你穿着也很时尚 这个破洞的牛仔裤 然后打耳洞 这都是你时下年轻人的打扮 不过你怎么会想要踏入这个农业 这一个领域 当然可能跟家里有关系对不对 对 出了是跟 因为我们家本来就是 爸爸是从事那个有机农业之外 其实我从小就很喜欢就是 这种 田里 就是跑跳这样子的环境 对 所以我大概从高中的时候 我就决定要 毕业之后要回来家里帮忙 对 高中就已经决定说毕业要回来家里帮忙 因为我高中是填淡水山工的园艺科 那当时进去 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就想说 跟家里有关就进去看看嘛 就不一定就进去玩这样 发现就是 三年下来觉得还蛮有趣的 很有兴趣 所以就想说那之后就可以回来这样子 那所以你大学念的是 我大学是念家药的环境资源管理系 家南药理学院 对 所以说其实大学念的科系也就 因为你那时候等于是已经确定说 将来是想要跟家里的工作 就是农业发展有相关 所以你大学就是填相关科系了 对 我大学 就是环境资源管理系 其实跟我想一开始 想的东西不太一样 我想要学的东西不太一样 那进去之后 他是就是学一些检验的东西 然后我大一进去之后 就发现不太一样之后 我就想说那好 我竟然都竟然读大学 那我就想办法在大学这四年 学到一些我以后要用到的一些东西 可能带活动啊 或者是一些相处沟通这样子 OK 所以也有参与积极参与社团 或者说参与一些其他的一些校外的活动 对啊 我就是大学的时候 因为想说以后要带活动嘛 那我有参加戏学会 就当那个在活动组里面 然后到后来 可能就做得还OK 有当上那个活动长 然后再来 因为我想说之后回来 想要带小朋友带活动 我还去那个 当幼稚园的助教 威妻助教 就是帮忙带小朋友这样子 学习一些带小朋友啊 带活动的方法 嗯 其实说实在话 这几个活动 就比较符合你的形象 当然不要说以貌取人啦 不过就是刚刚有提到 譬如然是幼稚园的这个老师 或者是说这个带活动 带小朋友等等的 其实都还蛮符合就是 乙真其实就像是时下的年轻朋友一样 都是很阳光很开朗 但是拉回来讲说 那有机农业 那个青年农夫 你这样子投入青年农夫的行业 多久时间了 我从去年6月毕业 我从7月 去年7月开始加入到现在 嗯哼 那就是 我一开始毕业 一回来 其实还蛮多人问我说 你怎么 这么想不开 有一点 是不是 就是大家都会想说 你怎么 没有先去外面闯闯看 但是我觉得 还有人问说 你怎么 没有先去做想做的事情 OK 他以为你是被迫要回来 对他可能是 可能家里的压力 但其实就是 这就是我的想法 我的决定啦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嗯 是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观众朋友 来聊一聊 就说那这样子 呃 你现在投入 我们青年农夫的一个行列 也是你自己很想要的做的规划 那 你从去年7月到现在 欸 每天的生活环境工作内容 以及 呃 现在做的事情跟你当初想的 是不是有落差 现在跟我想 呃 跟我当初想的差不多 嗯 因为其实我 因为你其实从小看到大 对不对 嗯 对 然后再来 再来是因为 我高中跟大学 就是只要 就假日只要有空 我会帮忙 跟着我爸一起去摆市集 哦 所以其实蛮习惯这样子的生活 嗯 嗯 是 那是不是讲一下说 那你平常时间 从早上到 晚上 那有什么样的这个 因为我们知道是说 一般农夫给大家印象就是要 很早很早起来 对 然后会比较劳力密集 嗯 你现在还是这样子吗 对啊 但是 呃 如果跟我爸比起来的话 因为我爸他就是主要 我们就是分工合作 那我爸主要就是天理的工作 嗯 然后我主要是包装跟行销 OK 对就是变成天理的工作 我比较少 但是就是 嗯 就是跟我爸就是分工合作 我们做不一样的那个方向 嗯 嗯 所以你还是有运用你 这个可能在大学时候 带社团啊 带活动的经验 对 就是说现在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 就是说很多的有机农场 其实现在也都是利用 所谓FB啊 脸书粉丝专业的行销 或者是说这个直接网路订购 宅配的一个行销 来把真的好的产品 可以直接送到消费者手上 而不用透过盘商 嗯 所以现在也是在做这个事情吗 对我目前 我们因为我们像现在 目前我们除了送那个幼稚园 新北市他们幼稚园 是吃营养午餐之外 嗯 那我们再来就是还有 知道所有农民很基本的 跑市集之外 我们还有就是 直接栽配到客人的 他们的大楼这样子 嗯 就是直接一对一 跟他们行销 然后讲说我们的菜怎么样 嗯 对 对 所以我们牛浦有机农场 除了有 有种水果跟种菜 对都有 有没有什么比较自豪的 这个消费者买了之后 会召的 然后一而再再的三块 跟你回来购买的 其实蛮多的 其实因为 嗯 我觉得啊就是我们家吃 我们家的菜吃起来 其实跟外面比起来 真的不太一样 嗯 就是一般你 传统市场卖的吃的不太一样 吃起来真的比较甜 嗯 那也有很多客人反应说 欸就是你们家的菜很好吃 嗯 那像是我举例啊 就是一般夜菜类高丽菜 那些都有嘛 那像我们有一个 有一种那个 马铃薯 嗯 马铃薯就是客人就是 时间还没到 因为我们一年就一起了 马铃薯 那每一年就是 只要时间快到了 就是客人就问说 欸你们马铃薯出来了吗 真的 对就是他们很 可能比较喜欢我们家口感 我也不知道 对 为什么马铃薯 台湾人吃马铃薯好像 比较少 没那么多 对除了我现在马上想到是说 譬如说去素食店吃薯条 对 或者是早餐店吃薯饼 对 或者是洋芋片 好像比较少 我们吃马铃薯当主食 但是外国当然 比较多 他们就没有倒米 没有米饭他们就用马铃薯 嗯 那你们家的这个马铃薯 跟一般卖的马铃薯有什么不同 嗯 其实跟一般市面上 市面上有 有比较常见的还有另外一种品种 嗯 那可能是刚好我们的 我们的环境的关系 客人觉得我们的马铃薯吃起来比较甜 嗯 然后口感比较好 嗯 就是会真的有不一样 对他们觉得 我是觉得我们家的菜 因为我吃习惯了 对 像我吃习惯家里的菜 有时候出去外面吃素食餐厅的 就是觉得菜很难吃 嗯哼 对那客人可能也都是 会回购的也大部分 都是一些熟客这样 嗯 是 其实 近距离的跟我们乙珍来这个专访喔 就发觉说 其实乙珍 她是 应该是一个蛮有想法的年轻朋友 那还有就是说 她的这个肤质也真的是很不错 我不知道说是不是跟吃 从小吃这个有机蔬菜有相关 不过看得出来她就是一个很年轻的朋友 但是呢实际她也很多想法 那是不是也可以来跟我们再分享一下 是说那您从去年7月投入帮忙 不管是投入家里的这个农业的这个行列 那您有没有做哪一些方式是真的也 你的创新或说你的这个想法 然后帮助父亲有把这个事业版图做得更大更广 比较创新吗 我就是因为像爸爸之前都是 比较简单就是跑四级 那她因为她以前是自己一个人 就是要 要种菜 然后要跑四级 那我觉得我回来有 比较帮助到她的地方就是 因为我自己会开车 就是一些基本的 基本的能力我也都ok 所以像我有时候一些不同的四级 我也会就是去 去多接洽 然后去做展授这样子 然后可能 因为年龄层的管理 我觉得我回来接之后 有比较 有一些比较年轻的族群 他们会跟我买菜这样子 就是可能年龄层比较相近 所以他们就会变成说 会来问我一些问题 然后就跟我买这样 ok 所以说真的也是有那种同 同族群可以同温层啦 可以说是共同的话 对不对 包括说像网路行销的方面呢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 帮忙 让父亲这边可以更好的把食品推广给更多的消费者 有 我们像 因为就是像前面刚刚说的爸爸 他是自己在经营 所以他那像脸书方面 脸书专业他就没有办法弄 那我回来之后我除了用脸书之外 还有现在 比较多人在用的Lite8 就Lite的官方 然后再来还有一个是 IG Instagram 你现在还蛮多年轻人在用的 所以我现在 但IG这一块还在 还在努力 就想要攻下年轻人的市场 就慢慢还在进行当中 不过这比较不容易喔 因为我发觉不知道说 是不是孟凯从小到大 就是说到现在啦 当然因为结了婚之后可能就比较 家里会开始慢慢试着做菜 不然其实我从以前到现在 几乎都是外食 那可能很多的年轻朋友 跟孟凯一样就是 工作时间的关系啦 或是说这个 因为在外奔波忙碌 然后还有就是说可能 人口也少 所以说你真的要在家里煮菜 比较不方便 久而久之你就比较不常 在家里开火 那现在你自己在做这个 有机农业的时候 你会发觉说 跟你购买的消费者主要是 年轻的朋友多 还是年长的朋友多 跟我购买的主要还 当然还是比较年长 比较多 甚至是到 就是可能退休的 是占大部分 那像我现在回来做 有少数是他们 也是年轻人 但是大概也都是 三十几岁出头 对那刚刚前面讲到的 Instagram 想要供年轻人是因为 我们有办活动 想要供这个 这个活动的部分 对因为煮菜真的比较困难 对 就年轻人很少都想说方便嘛 或者是在外面住 然后没有时间住 也没有场地 嗯哼 对啊 是 所以真的也是 不同的族群都要 互相的去攻略啦 对 那再拉回来我想 以真正是很难得的 这个年轻的朋友 她 你现在几年次 好像刚还没有跟 观众朋友说 对不对 我是85年次的 85年次 1996 抱歉 我这样问一个淑女 这个年龄的问题 其实有点不好意思 我自己 不过因为 刚刚其实我已经知道说 她的年纪真的是非常的轻啦 也因此呢 就想说 其实年轻活力 所以1996年 到现在才23岁 对 2023 2023其实是非常难得 然后就 愿意 回来家里 其实你也不是说 真的被迫回来家 而是说你自己的兴趣 就回来家里帮忙 那本身来说 就家里除了爸爸 然后你 你有一个哥哥 但是哥哥没有在家里工作 对 哥哥没有帮忙 就是他 就是他有自己的兴趣 他有在外面工作 是 嗯 好 那刚刚有提到是说 除了脸书上 或者说网路上的行销以外 还有就是跑市集啊 对 是不是也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是说我们现在 你比较常跑的是哪些市集 那各自都是在北部为主吗 还是说其实全台湾都有 或者是说那个市集有分别 有些什么样的特色 嗯 我们现在市集最主要就是 周四是在淡水的 捷运站后面有一个小农市集 嗯 然后再来是 周四是板桥 板桥火车站的 他也是一个小农市集 那周六是在淡水 捷运站后面的小农市集 嗯哼 那这两个是比较常去跑的 那我们现在还有去 也比较固定 对就是很固定 每周一定都会有这两天 嗯哼 那其他还有 有那个希望广场 嗯哼 希望广场他就是 那像台北的华山那边 对对华山 散岛市捷运站那边 对 嗯那像礼拜四 嗯礼拜四跟礼拜六 这两个他的 这两个市集 我觉得他有个共通点就是 来的人都是常客 嗯哼 就是你不只卖你的蔬菜 还有卖你的服务 嗯哼 对就这两个这两个点 他是就是 大家都是常客 然后再来希望广场 他那边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因为他就是一个很大的小农市集 我觉得有点像一个超市的感觉 他就是一些农产品 那边的农产品就是 不只有北部 全台湾都有 嗯哼 然后那边的 一个很大的特色是 就是只要去那边的人 一百个人 至少有九十个 都是去那边 才买食物的 就要买蔬菜啊那些的 所以去那边 嗯那边那边真的很不错 他环境很不错 嗯 然后他的场地啊 什么都很OK 嗯 对就是 会去希望广场的都是内行人 我可以这么讲 对对对内行人 那边的人真的很厉害 他就是问一些其他地方 别人比较不会问的问题 嗯哼 对就是 就是常买的熟客 就知道是说这个 美国在哪里啦 对没错 嗯 欸不过以正我刚刚突然想到 就像是礼拜四 您说在板桥火车站 或礼拜六 在淡水捷运站这边 嗯 不过我常常有时候经过 会发觉是说好像 有些时候可能不知道 是天气的关系 或者是什么关系因素 就是可能人潮没有想象中 那么的踊跃 对对不对 或者是说像礼拜六的淡水捷运站 他可能 我们都知道说礼拜六 礼拜天真的来淡水 都是观光客多 没错 国外的观光客 国内的观光客 然后就是 让人生顶费没有做 可是 会不会反而是 逛街的人多 但是购买的人少 对 对 像 就礼拜四六 就固定的跟希望广场比起来 礼拜六的他就是 真的很明显 会来的人就真的比较少 就是当地的比较少 因为那个他的传统市场 就在旁边而已 对 对那礼拜六就是很严重 就是几乎 几乎 几乎去经过的人都是游客 那只有礼拜四的就是 比较好一点 大家可能会是真的会去逛 去那边买菜 嗯 那心情上会不会有受到一些影响 比如说 欸大家 那些好的东西在这里 为什么大家都不来看 不来买这样 会啊 那一开始 一开始刚踏入的时候 嗯 就是那个得失心还蛮重的 就想说 欸礼拜四怎么卖的还不错 但礼拜六怎么 怎么都没有人这样子 对 但是其实一阵子之后 就其实 就是其实蛮习惯了 习惯了 对因为那个 我们那个点还就是 真的就是观光客经过的地方 嗯 是 那你自己 除了说像礼拜四礼拜六 或者说希望广场 这四集以外 那 其他时间就是靠着是 这个网络的销售 是不是 对 然后还有我们有宅配 就是我们每周固定都会有 算是宅配日 就是我们自己 会出去宅配 然后我们还有跑一些 那个店家 像农会 农会超市这样子 嗯 OK 所以说其实真的时间上来讲 也是非常的密集 跟非常的充实啊 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 这个有机农场在淡水地区的 有机农场的这个青年小农 他是我们的卢乙珍 卢乙珍 乙珍 对卢乙珍 卢 卢青年小农 对 不过呢主要是你也跟这个父亲 这边一起来工作 然后到现在算是两代 对不对 对 父亲 他们也是农夫吗 嗯不是 他们是其他职业 嗯是 所以我们之前也看过就是说像这个 新北市政府农业局 他们也特别有介绍 怡珍这边跟她的父亲就是很难得的是一个 妇女党 尤其是怡珍其实非常年轻 她今年也才22岁23岁的一个年龄 跟她父亲来共同的努力来把自己家族的事业 有机的农业健康的这个饮食文化环境 给推广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尤其真的我们现在有一个观念就是要吃在地用在地 然后真的是在在地消费啊 因为这件事情呢不只是最健康天然 也最便宜 就比较起来它会是最不用花成本 以及还有就是说最节能减碳的一个方式啦 那宇珍你自己这样子投入快一年的时间 嗯 嗯 你刚刚有讲到是说 其实跟你当初想象没有太大的差别 对 但有没有什么样的收获是你 还没有正式投入之前你是 没有没有没有感觉到 那在这一年的时间你反而觉得说 哇这个收获是你当初没有想到的 嗯 我觉得我觉得最大的收获还是身体健康 嗯 对就是可能 因为在我大学一毕业就踏入嘛 对 那其实大学之前就是像是一些生活习惯 然后隐私习惯 因为我在台南读书 嗯 然后就住外面说吃的啊 跟一些生活习惯都比较 嗯 比较不健康 嗯 对那我觉得这个回来之后就是 我觉得健康还是一个最大的收获 就是不仅仅是吃的方面 然后再来还有一个我觉得收获蛮大事就是 嗯 人与人的 嗯 沟通吧 嗯 因为像现在我们就是站在 算是站在第一线要跟客人去做一些沟通啊 聊天什么的 那我觉得就是跟 要介绍 对要介绍 然后我觉得跟以前就是真的很不一样 就是初社会的跟人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我觉得就是 就是很不一样 嗯 嗯 就我觉得进展蛮大的 对 那有没有说要形塑一些品牌故事或是形象 因为我们知道说很多时候 民众要买一个东西 不只是这个东西好 产品好以外 他可能需要一个品牌 或甚至是说除了品牌以外 背后的这个故事怎么来由的 譬如说这个农夫很辛苦 然后汗水滴到土壤里 所以说这个历历皆辛苦 所以说你吃到的这一口菜都是 怎么样的一个繁复的过程 嗯 有没有这样子形塑这样的一个品牌故事 嗯 品牌故事在爸爸那个时候 那时候他那时候刚出来的时候 其实有就是 爸爸他的故事是就是 因为我的阿公 就是他生病 然后所以爸爸就 辞掉他本来的工作 嗯 然后回来家里就是 种有机蔬菜这样子 OK 对啊 就延续一直延续到现在 那我比较 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 对啊 哦你刚刚讲这父亲的故事也非常的好 因为这等于是一个 以孝心为出发点 然后把所有的消费者 就当成是自己的爷爷这样子来看待 那么尊敬的来给予 就说其实有些时候我觉得是说 最重点是做吃的也好 做喝的也好 你看那一个人做出来的东西 他们自己用不用吃不吃 你就会知道是说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 没错 对不对 其实爸爸一开始的出发点就是想要 出发点就是想要让自己家里的人 吃的健康一点 对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有 真正投入有机之后会想要就是 让大家都吃的比较好一点 因为像现代这个 就这个时代大家都是素食为主 就是吃外面的 然后可能很油啊很咸不一定 所以大概我们会比较希望大家 如果有空比较有空 可以自己带回去然后自己料理 就是煮一些健康一点的食物 对甚至是少油少盐 对 然后吃食物的天然的原味 然后吃原型食物 对然后当季的 我觉得当季的很重要 没错 因为真的 因为最当季的东西代表是说 它从采收到吃下肚子 可能是时间最短的 如果说你是吃的是非当季的 它有可能是半年前采收 然后保存到吃到你自己肚子里面 即使是说它的外形外观外貌 都没有什么改变 但是里面的营养价值 跟里面的这些精力活力 可能都已经有大幅的减少了 没错 好那最后时间 节目的关系喔 那请教 以珍你接下来就是你才投入快第一年的时间 那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样的短中长期计划 要计划者要自己来做推动 我目前自己的计划是我想要就是 在今年想要再找另外再找一两个市集 就是固定的点去跑 然后把我们的东西推出去 然后再来是还有就是我从大学一直想要做的就是 我想要办一些农场的活动 因为像现在比较都市的人 甚至不是都市的人 他们因为忙于工作 他们其实已经很远离就是这种自然的环境 然后都是每天都是3C 3C产品啊等等的 没错 对那我自己是从大学开始就想要办一些活动 然后让一些 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 都想要让他们比较了解农业这一块 像是现在很流行的食农教育 就是我想要去推的东西 是 了解 所以我们真的是希望说 有越来越多青年的朋友能够投入 不管各行各业啦 我觉得都需要这个世代交替 世代传承 世代提息喔 这样子才是我们所有民众的一个福气 今天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也希望我们继续支持锁定 我们希望好所在 感谢您 拜拜